嘿大家好,这里是视频大拍档,我是特里 我们的节目就要追视频的前期拍摄以及后期剪辑制作的一些小秩序与小技巧 刚才花了一个小时录的视频 中间因为系统崩溃然后必须重新再录 那我现在就重新再录一遍 今天我们要讲什么呢 今天先给大家看一个延时摄影 那我拍的这个延时摄影在中途的时候 我的相机不小心被移动了一下 导致了这个画面 突然跳了一下 只有前面的这个片段可以使用 而且不到两秒钟 那我就在想如果能够把这个前面的片段 虽然只有两秒钟 但是能够让它 作为一种循环的话 那就不用担心 那就可以直接在我的剪辑里面使用 然后我就尝试了一下使用一个方法 感觉效果还可以 今天就来和大家分享一下 然后之后我再来给大家讲一下 这种GIF图片 这种GIF图片 你看它循环的时候 它只有一部分在运动 手脚这些边缘它不会动 只有这个手这个地方 还有脸这个地方动了一下 OK我们到premiere里面来 今天的技巧在premiere里面和final card里面都可以使用的 好了 这是我们的延时摄影 拖过来 保持现有设置 然后 60% 好了 这是我们的片段 我们第一步要做的事情是裁掉前时针 按住shift 然后左按两下左键 然后把它裁掉 然后到最后面来 左键右键两下 你可能问为什么会裁剪 我们待会再解释 然后到中间这个地方来 同样把它剪成两段 然后把它 移下位置 把前面的这个片段移到后面去 这样的好处是 现在呢 我们能够保证 这个片段的开始和这个片最后 这个地方结束呢 是连贯到一起的 也就是当我们这样 播放到最后的时候呢 再回到第一针 那是完全是连贯的 看中间这个地方 连接的时候呢 云会有一点跳 最简单的方式啊 就是在转场的这个地方 视频过渡 然后选择溶解 然后交叉溶解 交叉溶解的作用 就是让前一个片段的透明度 逐渐降低 然后下一个片段的透明度呢 逐渐提高 刚才我们说到为什么 一定要把前后片段裁剪 时针呢 就是因为 我们这里要添加转场 你这个转场最多 也就是时针 我们不能再拉长了 如果我们不再见的话 他就创建不了这个转场 他会 他会要求你 问你是不是要进行覆盖 然后我们接下来做就是导出了 导出 接下来呢 再到photoshop里面去 导入 然后视频帧 video frames from layers 然后选择所有的帧 然后我们在文件 然后选择导出 导出成web格式 或者按快捷键 cmdl shifts 然后选择 gif格式 然后把画质调到最高 可以设置下大小1280 然后导出就可以了 记得在这个地方一定要选择 它的循环选择是forever 永远循环 然后这是另外一张gf图导出来的效果 可以看到这天上的云 它是连续的 一直在循环 一直在循环 这样就能有效解决 延时摄影片段太短的那个问题了 ok然后是我们讲的健身的视频 ok然后我再想用这个片段吧 这个片段是 这里手 好在这个地方你看他手交叉的时候 就按m做一个标记 那前面 这个地方那也是 手 但有个地方 有个问题就是他头 这个地方我头偏了一下 头偏了 然后我选择这个片段 好这是我们的片段 开始的时候是这样的 然后结束的时候也是比较相似 我们用刚才的方法把它裁成两段 调整一下位置 然后 我们来看一下两段的差异 这就是差异 差异比较大 在做这种效果的时候 尽量选择差异小一点的 这里我们会使用到的一个效果 是morph cut 找到视频过渡 然后溶解 然后这里有一个morph cut 在Adobe CC 2016之后 有了这个功能 我把它拖过来 然后调整一下它的长度 不要太长 ok它需要计算一下 这个效果的原理算法 是optical flow光流法 也就是在 计算机视觉 计算机视觉里面 比较基础的一个算法 它的原理就是计算像素的位移 然后最后 基于这个像素算得的位移 对像素进行一些操作 好了渲染好了 但是 大家现在可以叫我马云了 你看这张脸像不像马云 这个转场效果添加了 以便 morph过去 因为两个片段的差异 还是有点大 所以说导致了这个地方 产生了以便 所以说在用这个效果的时候 尽量保证两个片段的 差异不要那么大 前面这里呢 还有一个片段 它的差异会小一点 所以说我用这个来作为 在photoshop里面的实例吧 对了在进入photoshop之前 我再给大家看下 在final cut 比如在final cut这个里面 也是两个片段 这里面的效果呢 不是morph cut 在转场这个地方 然后选择dissolve 这里有溶解 然后这里有个flow 这个拖过来 这个flow的速度 明显比premiere 快了好几倍 拖上去一下就好了 好了我们再到photoshop里面来 导入 拖击 拆减一下 然后我们双击这个时间轴 可以看到它的播放 然后我们选中所有的图片 然后设置一下时间 选择长一点 一秒钟 然后播放一下 可以看到这个手这个地方在动 这个地方动的 有点模糊 我们可以做的事情就是把 这个地方呢 让它静止掉 我回到第一针 然后 选中所有针 第二针吧 第二针 然后选中所有针 然后呢 再将第1个图层 最下面这个图层 让它 显示 可见 那以后每次播放的时候呢 下面这一针都可以可见 好接下来我们到第2针这个地方来 然后我们用一个 用一个锁套工具 然后选择这个地方 选中之后呢 在这个地方创建一个蒙版 好了 我们选中这个蒙版这个地方 再选中画笔工具 画笔工具 然后颜色 选择黑色 把这个地方涂掉 看 应该是白色 把这个地方涂掉 然后呢 再反转一下 选中这个蒙版 然后command i 翻转一下 这样呢 白色的部分 也就是上半身 会被看得见 而黑色的部分也就是这半 这部分呢 会看不见 然后我们用这个画笔工具 再调整一下 harness 然后 画一下 让它变柔和一点 好了 然后按住alt 然后往上拖 这样呢 就复制 这个遮罩 好辛苦 好 我们再来播放一下 发现没有 这个手一直没有动 只有 身体这个地方在动 然后导出 就可以了 然后播放一下 你看 这个循环它一直在循环 看上去效果还是不错的 OK 这个教程非常简单 然后我又实验性的做了另外一个东西 另外一个比较有趣的循环 这里要用的遮罩 我们下期再讲 这个不够有趣 这样才有趣 越来越多越来越多越来越多 蹦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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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蹦�